我们的本期纬纬 来自作物军期 我们大胸本抗队 还是韩德军在高位侧应 挡拆顺向 今天过来普 这个队员也无法顶部韩德军 起引防守 分出来给回赵计伟 再分 83外线 3分再中 这次虽然四川队沃测 补防韩德军浮度比较大 但是又把底脚的比较聚漏洞 之后 球的转移做得非常的好 不光 赵计伟给到高位 再敲回去赵计伟再中 四川队现在又把防守换回了金人 但是第一位能不能解决巴斯这个点 看来还是无法克服 打击两分 黄敏辰突破 没有机会再给出来 卫伦用挡拆 2加1 现在两个队在第一阶单外员对单外员的状况下 辽宁队的优势就已经如此明显 不由得为四川队二三阶 把节奏压下来再打到对边 球转移幅度很大 回给崇明晨 卫伦用挡拆自己往里突 直接一个反手上篮 还是用挡拆给到若策 哈森 这球给的太贼了 打到巴斯脚上去了 还好就回来给到 卫伦抛射没进再抢篮板 高打板命中 露出了一脸的无奈 这边 弗兰克林 这边哈德森一个反跑 队友的默契也非常好 赵俊卫敲回给巴斯 中距离 陈小冬不敢上得太大 吹了一次上规 赵俊卫用挡拆 稳稳的两分运动 面对辽宁队的防守压力啊 还是无法把球顺畅地运转过去 这边赵俊 这一季传球太有想象力 还是二三联防 球分出来 给哈森又是三分命中 又是挡拆之后 韩德森的这个空手顺下 到底为挡拆 小打大 转身 后仰 两分命中 这小打大打得非常的有自信 这个后侧步投篮 拉开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这边等开巴斯在外线描了一下 这边又给了郭艾伦这次中了 这边郭艾伦拉开轻轻松松一个两分 铺里这个球偏的比较多 轻轻松松反击当中 他次两分命中 贵伦给了中入快下的要学 现在四川队换了一个四小的阵容 郭艾伦又命中一季三队 我要再上的意思了 现在就把这个情况 交给年轻队人 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好 郭艾伦这边 挡拆之后轻轻轻轻轻的一条龙 比较年轻的阵容 尚是防守能更有侵略性 但是显然四川队 现在这个比较年轻的阵容 在防守上并没有 展现出他们年龄上的优势 自己直接来 挤着黄若琪就直接进去了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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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反正将找队友被断下来了 辽宁队里边多打少 郭艾伦直接抢头中了 看到现在场边情况 应该也要进一步的做人员调整 换其他队友上来练一练 林小旭挡拆之后轻轻松松两分 大家有点太放松了 黄泉宇拉出来头三分 就是比赛时间走完 辽宁队在逐场以32分的巨大优势 轻松的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凭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